好,我現在終於要來玩一下 最後生還者2 其實心情是有點複雜的 非常非常複雜 因為 不支援HDR 這時候買好一點的螢幕就是有必要的 好不好 其實真的是很複雜 因為這款遊戲現在在網路上面 發出來大部分導戰都會特別多 而且在用字前詞的部分 我覺得都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畢竟我是一個有玩過 就是現在要玩二代 所以我會有玩過二代 然後沒玩過一代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說我非常擔心 會不會到時候呢 這個頭暈的狀況很嚴重 沒關係我現在就來先進入遊戲 稍微玩玩看 看看半小時過後 我還可不可以這麼安好的在這邊跟大家講話 好不好 然後他現在 因為我剛進來 所以我還沒有 還沒有任何的劇情 好直接先進來了 新遊戲 然後我要挑戰哪一種的 我覺得 資源有限 資源 我覺得我挑戰一個簡單好的 我希望可以把它玩破 好 這個應該是最沒有骨氣的 遊戲頻道 沒關係 人要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 那 所有東西這應該是預設就好了 就直接開始了 中間還是一樣可以把難度變更 所以如果說完簡單覺得太簡單 我可以再把它調上去一點 好不好可以 好那就看一下半小時後的我呢 還不會安然存在 可以跟大家講講話咧 昨天晚上真的是有 安然度過那個 3D運 不知道是因為 有調那個動態模糊效果呢 還是 我一直轉移注意力 還是真的這套遊戲是不會3D運的 總而言之我昨天晚上是整個玩起來是沒有3D運的 然後我昨天的進度呢就是玩到 玩到 高爾夫球桿出現的橋段之後 然後我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就休息這樣子 其實在玩這種遊戲喔 就是 劇情是很重的 他節奏感啊 我個人覺得 目前第一天玩的心情就是 節奏感非常的慢 那這種遊戲就跟那個什麼 之前以為他也是PS的遊戲很有名 但是我有點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的節奏感也是都很慢的那一種 可是他會慢慢的跟你講劇情 人物的對話當中的也不會用那種太快的節奏 他會慢慢的跟你講 而且所有的情緒刻畫 整個在他們的那種 兩個人之間想要講話 想要表達出來的感受喔 都會很像電影般的呈現給我們 那我覺得這種劇情是很重的遊戲啊 其實就是我們在看劇情的時候 會一直很認真的去看啊 雖然說我沒有玩過第一代 但是我昨天這樣玩下來呢 也可以稍微感受到為什麼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這些劇情的整個起伏 跟轉折喔 你會發現 好像白當好人的感覺 那當然這支影片我沒有打算劇透太多 所以我只能講說 有時候就是真的 好心好如一心 當好人呢 他反而被人家搖 所以在這個劇情的安排當中啦 我是覺得會有一點 會有點憤怒感 你會覺得哇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 你是一個好意 而且 就是救了人 結果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的一個橋段吧 就算像我這個一代真的沒有玩過的 我是完全感受不出來那個角色之間在一代裡面的那種 那種 情感的交流 我完全是感受不出來 但是在二代 就是直接在第二趴這樣子玩下來 其實就會很有感覺 昨天其實沒有3D暈的原因還有一點啊 我覺得是 我很怕3D暈 然後我沒有辦法去體驗它 所以我在玩的時候呢 大概 五分鐘十分鐘 有意沒意的 我就會去看別的地方 然後可能去找個飲料啊 找個餅乾的 轉一些注意力 不要讓我自己一直在那個 就是很專注在那個畫面 而且我昨天在玩的時候 刻意把動作降的很低 那這張因為最後生完者 它其實有點像是那種 潛行遊戲 就是它要暗殺的那種 那所以在玩下來呢 它整個節奏會比較慢一點 畫面的視角也比較不會轉動那麼快 我覺得有可能有時候我在玩的時候是 很趕著趕快過那個進度 所以我有時候在玩那種3D遊戲 就是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眼睛會很快速的一直飄移 然後要去找到底有哪些線索 有哪些東西之類的 也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的3D運才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的節奏 我自己把它走得太快 總而言之呢 這款遊戲我應該到最後是會把它玩完 然後再來分享一個 比較完整一點的心得 那因為它在網路上面其實已經被泡翻了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點複雜 整個心情是非常複雜 到底該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 反正到時候大家就可以看看我的影片 雖然說會出的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應該會是以一個破關的姿態 來去分享這支遊戲的心得 難度的部分的話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調簡單的 它總共有五個階段 那我是調第二個階段 預設是中間的 是普通 為什麼沒有調到最簡單 因為我又怕整個遊戲平衡 破壞的很差勁 那為什麼沒有用普通開始玩 主要是因為這種遊戲 它可能有時候考驗的是 你的反應速度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說調簡單好了 因為我很怕3D會影響到我去體驗的劇情 如果說今天我需要很全身貫注的去玩那個遊戲 假設我暈了 那我就可能暫時都不用玩 也不用工作 我希望說可以藉由所有的工作空閒時間 把它拿來 先把它破關 體驗看看它的劇情 到底是不是如同大家所講的 真的糟糕成這樣 因為我昨天其實有POIG 應該說今天凌晨的時候有POIG 然後有很多人就在下方留說 那個劇情真的是非常差勁的體驗 我目前為止只玩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一段劇情 剛好復求肝的劇情 它這裡一下下就遇到了 沒有幾個小時就遇到了 所以那個心情是還蠻複雜的 只是說後面還會有什麼樣的劇情 就來看看 好啦那就跟大家簡單分享到這邊